部长吗 你好 我这边是那个新华社区金河园的那个住户居民 你们金河园今天都在打电话 你们金河园的我已经接到 今天已经接你们金河园的七个电话了 是晚上接的还是白天接的 白天到晚上 我要反应的问题只是晚上的问题 白天的我不清楚 我现在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昨天不是咱们那个社区的 应该也不是社区的工作人员 是志愿者在群里给我们发的通知 说是明天有那个一天的时间 要采买四天的物资 从这以后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 连续四天不允许进出小区 不允许下楼活动 然后要进行连续四天的核酸采集工作 因为我们从我们这个小区从 这谁给你发的 是群里一个叫心如止水的一个人 他只是给我 在整个群里面发了一套 就是说他受咱们这个 社区的什么书记的委托 我来告诉你 我来告诉你 你现在他这个小区不做数 不准确 因为第一嘛 这个核酸的这个政策 每一天都在变 对 他们当时可能有这样的计划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你们现在没有这个计划 那我们小区是从19号开始到 现在没有做过核酸 你们小区现在做不了核酸了 这个我可以很明确的答复你 你们小区所有的楼洞 全部都有阳心病例 是确诊病例吗 还是异常 双抗异常 只是双抗异常 对 但是双抗异常 那么我现在我也告诉你 根据夸勒市的政策 现在只要楼里面有双抗的正常 你们就全部封楼 七天内不做核酸 那我还想问个问题 那既然就是双抗 就是如果说双抗异常 然后就是七天不做核酸 这是你刚说的 但是那咱们是不是有那种 就是核酸异常的同时需要做 那个双抗异常的同时需要做核酸呢 因为双抗不能确诊 不做负减 也不做了 现在负减都不做 对 因为没有力量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小区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整个小区 没有社区的工作人员 你们社区工作人员 已经全躺倒了 没有办法 那我们现在就没有人管 就靠志愿者管 如果没有志愿者 那你们就躺平了 就在里面封着了 没有办法 没有人给你们管 因为几天前 你们的下沉干部和社区干部 都已经全倒了 没有人在派 那如果说志愿者 要是也没有了 我们这个楼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晚了 有一个志愿者 然后再来一个志愿者 有一个志愿者 然后再来一个志愿者 我们现在在想办法 给你们再调人 但是目前为止没有人 那就是自己管自己 自己管自己 好 自治 那你要是这个回复的话 那我也不话可说了 我还能说啥 你们只能自治 我们没有人了 行吧 行 那我明天 我们在网上问一问吧 你们在网上问吧 好吧 可以问 没问题 好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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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